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惠卖多州仿真软件当中的程序的一个导入 在我们开始加工前,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通过KM软件生成的NC文件 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的仿真软件当中而进行加工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手工编程方式通过我们的惠卖仿真多州软件当中的一个手动输入 来完成一个程序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KM软件生成的NC文件 如何来导入到我们的仿真软件当中 在讲导入之前,刚才我们弓箭试切的时候留下了一个试切的痕迹 我们如何来消除呢 我们点击一下像红绿灯一样的一个图标 这个就是重建模型 那这样的这个模型就进行了一个恢复 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相应的我们的生成好的代码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安装的惠卖多州仿真软件的路径下就可以 我放在了我的地盘程序文件惠卖仿真软件的文件夹下面的对应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